看到杨子夸张的发迹线 热巴惊人的腰臀腕 才知道娱乐圈明星有多少能精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你敢相信这是大明星江苏莉 素颜现身机场的她 看起来沧桑憔悴 眼睛都小了不止一群 可见明星离开了装造 和普通人一般无二 杨丽出席颁奖票 身穿粉色紧身曲 身材凹凸有致风情万导 结果一转身 本部位置方方正正非常奇怪 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假同电影位 盛装出席GPU盛典的老小偷 没有了往日的灵性 鼻子高耸露 面部僵硬轮角分明 不知是妆容的问题 还是灯光的问题 一直自嘲长相的精进 找到老红化妆师想暴露 在化妆师的巧手下 原本普道不能再普通人 秒边立体精致小小 这谁还分得清精进和一毛 一向自诩四千美女就见面 或许是忘了互联网事与记忆 当初她的海选视频 眼凭大盘脸小眼睛 丢在人群中找都找不到 难怪多数 她是内语整容最成功的一位 国民媳妇刘涛亮相红毯 一口大大牙整整齐齐 笑起来格外吸睛 殊不知她早期的牙齿并不整齐 后来豪至三百万 敲掉所有牙齿 才换得一嘴烤刺衣 也是奢侈到另一发指 欧阳娜娜每次走红毯都白到发光 本以为她是天生丽质 后来才发现 原来她每次走红毯都会全身不分 简直就是黄黑皮的福音 突然发现 狐妖小红娘月红天 居然还是全员学霸 龚俊饰演东方月初 长相帅气身高183 还是个学霸 毕业于国家211双一流建设高下 东华大学 看似憨憨的实则聪明 杨幂饰演涂山红娘 当年高考以583分的好成绩 跑进北京电影学院 家里人学历也不低 大波还是清华教授 出身学霸世家 杨幂自然也不差 内于长红十年依旧是顶端 郭小婷饰演涂山雅 本人很低调 其实是位隐藏学霸 当年高考也是500多 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有颜值有演技 只是出道多年一直不温过 陈都灵饰演乐体响 高考分数621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专业还是飞行器制造工程 妥妥的理工科大才能 张宁克饰演胡伟生 身高190的高智商理工男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 同样是211双一流建设高校 据说高考数学分数高达182分 这成绩让多少人望尘莫及 魏哲明饰演奥莱国三少年 身高也是183 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 郭英主持专业 非常的多彩多艺 饰演涂身融融的胡连兴 当年以第二名的成绩改大 中央戏剧学院话剧 影视表演双学文 文化功底很厉害 可惜在渔圈一直没能大悟 不知道这部剧播出后 她能不能接触这部副情 一直以为内渔的名争暗奏 已经足够精彩 没想到国际舞台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看前两天 舒淇刘亦菲两位 宝格丽全球代言人 亮相活动 却被几位国外女星 紧了站不住 拍照时 舒淇更是被旁边的日本女星 挤到全程凹着肩膀 瞬间觉得国仇家恨都要出来 周冬雨和马思纯说是好姐妹 可当两人同时拿下金马奖以后 周冬雨就忍不住了 发表获奖感言时 直接内涵马思纯 马思纯讲话 她就在一旁撅嘴抢劲 这是塑料姐妹花板 早期江一燕和刘亦菲接受采访 一开始江一燕就开始查言查语 内涵刘亦菲经常旷渴 听得刘亦菲 只能不停深呼吸压制自己的目击 但比较细绝实 刘亦菲在江一燕那首的吻曲 反倒被薛凯奇还回去 原来 真的 不要以后就好了 四大名租 江 这现实报还真是不得不服 张天爱因为身材太优越 以至于旁边的增加 时不时就要盯着她看 后面说悄悄话时 没忍住在表上 难道是开始掀过了 刘诗诗宁你两位好姐妹 手牵手走同台 原本身高就很优越的人 还踩着恨天高 和刘诗诗同台 直接比刘诗诗高出大半头 难怪拍照时 刘诗诗坚决不和她有眼神对视了 秦岚热巴周也三位 不同年龄段的大美女同框 热巴看到秦岚上台立刻伸手迎接 合影时两人偷偷讲悄悄话 显得另一边的周也就落寞很多 只能微笑鼓掌了